今天黃偉哲遭到了約談 是不是真的如此的不尋常 是不是真的事情打掉啊 這個約談其實在選舉的 總統大選過程中 一度就傳出來了 然後第二個來講 我現在把這個案子講清楚 他問黃偉哲什麼事情 立揚人員有一個案子 在台南做光電案 中央已經批准了 然後在台南碰到陳凱玲 陳凱玲金發局局長 刁燃他 刁燃立揚 然後刁燃拖了很久 拖了好幾年 你知道吧 來來往 還有農業局啦 還有金發局長 踢皮球一直拖 拖到這個立揚能源 火大了 沒辦法了 就去拜託郭再欣 請郭再欣來幫忙 他說要見黃偉哲 不認識黃偉哲 所以郭再欣就安排了 他跟黃偉哲見面 所以見到面了 有 有見面 所以這個古聖輝 就被400萬交保的古聖輝 就跟黃偉哲見了面